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用手机支付是越来越频繁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 让我们给手机加一把锁 让我们的手机支付,手机钱包变得更安全 该怎样操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给我们的手机支付加上一把锁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 在最下方找到我 然后找到支付 在这里我已经开启了手势密码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锁 如何设置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小圆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个指纹支付 如果我们手机支持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指纹解锁 这样的话使我们手机支付更简单便捷 如果手指脱皮或者其他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手势支付 第二道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自动扣费 我们打开 比如说在我们平时网购或者是其他某些会员都会开启一些 缅密支付小额的缅密支付 我们将一些不常用的 比如说某会员或者是不常用的应用 我们直接将它停用 我们直接将它停用 这样的话一旦收费 它就会通过密码的形式来提醒我们 这样更保证了我们手机钱包的安全 第三把锁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转账到账时间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两个小时到账 或者是24个小时到账 这样的话保证了我们当准错账的情况下 或者是有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给我们争取到 可以给我们争取到追回转错钱的时间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手机支付给我们带来的便捷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手机钱包的安全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 请关注灵动生活 再见